杀疯了杀疯了 两个传奇理发师的首席弟子 开始神仙打架了 话说老吐司的师父红豆包 在外云游四方之时 偶然于大街上发掘了一颗理发新星 他就是甜瓜包 老爷子特意带高途前来探望老吐司 自然也想玩点刺激的尝尝闲袋 于是吃饭的时候 他就提议让甜瓜包和小奶盒 在技术层面上碰一碰 老吐司停了 瞬间汗入余下 正想着如何婉拒 谁知小奶盒心思都没心思 长嘴就答应了 到了第二天比赛正式打响 第一个项目是椰子壳上课图 考虑到操作对象硬度潮标 甜瓜包选择用电钻代替小剪刀 随后一套操作如闲亭散步行云流水 很快就掉出一个凤凰蛋 让两位裁判大家赞赏 而小奶盒拿着剪刀一顿瞎活活 胜利毫无疑问有甜瓜包拿下 但老爷子好奇他 为何不使用电钻代替剪刀 小奶盒表示 想到椰子是顾客的头 他就无法再下手了 老爷子听完 严重闪过一次赞许 第二场比赛 比的是谁能先将最高级的巧克力浆买回来 但甜瓜包第一次来贝克街 他找不到啊 没想到小奶盒第一时间拉住他的手 带他一起来到了巧克力糖浆工厂 甜瓜包求胜心切 未等工作人员到来 既然自己一个人去取糖浆 可是勺子实在太重 眼看他就要失足入罐中 幸好小奶盒及时把他拉回 可自己却因此掉了下去 甜瓜包心脏周庭 悲痛无助 结果下一秒 小奶盒蹭了一下 又浮上来了 原来这祸是牛奶 所以掉不下去 他让甜瓜包先走 自己稍后到 可等小奶盒爬出来后 却发现甜瓜包再等他一起回去 不仅是受人之恩 仗着的他也不想占人便宜赢得比赛 就这样 第二轮以平局结束 最后一场赛点局 是比谁能更快的建造完 100层高的水果塔 甜瓜包脑瓜子的确没信号 立马就想到 用最大的西瓜当地基 然后再依次往上迭加 他这边摆得如火如荼 而小奶盒的水果塔摆到一半 却当场凉凉 老吐司大脸一垮 老爷子去眼睛一亮 很快 甜瓜包的水果塔率先完成 宣告赢得了最后的比赛 离开的时候 甜瓜包和小奶盒也成为了好朋友 相约下一次 还要一起切磋 回旧的路上 老爷子问起甜瓜包对小奶盒的看法 得到的答案是 实力不错 但还需要精进 老爷子只是笑笑 要告诉自信满满的甜瓜包 他相较于你并不是实力不够 而是对待比赛的态度跟你不一样 第一场比赛 他坚持用剪刀 是因为把椰子当成了顾客 第二场比赛 他居然能做到帮助堆手 更是十分难能可贵 而最后一轮 像你那样堆个水果塔 其实有手就行 但他有着更高的追求 甜瓜包转头一看 一个佛祖造型的水果塔即将完成 为颜想可爱的小奶盒点个赞吧